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已经低调分手了 但随着何超连和窦霄的好消息传来 这种分手的消息已经不攻自破 对于为什么这次窦霄会下定决心求婚 何超连的闺蜜给媒体透露了一个小故事 原来何超连和窦霄早就筹备上了婚礼的事情 两人曾经打算去法国古堡或者英国母校举办两人的仪式 何超连甚至还因为自己拥有葡萄牙血统 想过去葡萄牙结婚 不过最后两人还是决定去了有阳光和海滩的巴厘岛 可窦霄一直忙娱乐圈的事情 结婚的事情一拖再拖 本来按照计划结婚的事情还早呢 但一位何超连的姐姐何超云 居然在2022年9月低调接受了去外男友的求婚 窦霄看到这情况后觉得有必要加快速度了 于是火速跟何超连求婚成功晋升了赌王驸马后 把世纪婚礼定在了4月 说到这场婚礼着实是令人期待啊 何超连在娱乐圈的人员非常好 所以明星朋友挺多 这次在邀请的名单上就看到了歌手邓紫棋 Twins以及演员薛凯奇等等 据说邓紫棋和何超连非常好 这次不光担任婚礼的伴娘 还会在婚礼上演唱歌曲为新人助兴 而窦霄在娱乐圈摸爬滚打多年 也有许多演员朋友 这次会尽力都邀请过来 到时候婚礼现场就变成了群星璀璨的秀场 各种平时不露面的明星都会乍堆过来 当然作为赌王家的婚礼 婚礼的场面和安排自然不会差 据说这场婚礼花费了5000万港币 力求能完美布置 何超连和窦霄为来访的宾客 都安排了五星级的酒店免费住宿 对于来宾的机票钱也完全报销 宾客丝毫不用担心破费的问题 过来就是吃喝玩乐就好了 很唏嘘啊 传了这么多年的恋爱八卦 何超连和窦霄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了 相信无论是粉丝还是网友 都会有中的说一声恭喜 此前窦霄曾被传 带着十亿聘礼去何超连 当时很多人质疑 窦霄作为一个演员拿得出十亿吗 据悉窦霄准备了过千万的精气和钻石饰品 安排名贵的豹身赤赌 让何超连的母亲陈婉珍非常开心 一个是赌王千金 一个是大陆演员 当初这两人突然官宣恋情 也是挺让人意外的 据何超连透露 两人是参加一个活动认识的 刚好坐在一起 窦霄主动搭讪 还说两人曾经见过 此外何超连的嫂子西梦瑶 曾和窦霄传过绯闻 西梦瑶后来也澄清 说两人是十多年的好朋友 窦霄和何超连的关系 可能也有西梦瑶在助攻 何超连说自己和窦霄在一起 两个星期就确认试探了 然后两人就官宣 两人在一起四年 经常在社交平台秀恩爱 也一起合体上节目出席活动 不过在传出婚礼前的很长一段时间 两人基本没有互动 以至于外界认为 两人已经分手 一月份何超连接受采访 否认分手 说感情很稳定 也很明确地说 不愿意再分享两人感情 说多了 外界乱解读的也多 如今传出婚讯 也说明两人此前 就是有意将感情低调处理 好好保护 何超连被称为赌王罪所千金 本身也是名校学霸 按理说 交个优秀的男朋友 多简单啊 但纵观何超连过往感情史 似乎不是这样 何超连有过数段恋情 最出名的那几段和绯闻 都是演艺圈的人 恋爱的火热 高调牵手逛街 香港名模黄俊豪 是何超连公开的第二个男友 当时他也就是18岁的年纪 黄俊豪长得帅 有翻版金城武的称号 但是在两人交往期间 黄俊豪过于活跃 喜欢将两人谈恋爱的细节 发到社交平台上吸引眼球 这让何超连很反感 加上何超连的妈妈陈婉珍 觉得黄俊豪不可靠 两人交往了一年就分手了 后来的黄俊豪妥妥的一名名士 活跃于富婆圈 虽然错过了进入豪门的机会 但自己也混得风生水起的 和黄俊豪分手后 何超连通过罗志祥 认识了他的好兄弟吴克群 20岁的何超连 爱上了32岁的吴克群 何超连一直把吴克群 视为自己的偶像 后来又想办法 混进了吴克群演唱会的后台 他亲眼看见吴克群时就动心了 于是何超连对吴克群展开了疯狂的追求 吴克群架不住何超连的追求 两人低调谈起了恋爱 最开始的前三年 吴克群一直对爱宣称 两人只是朋友 24岁的何超连想结婚 36岁的吴克群 可能是因为受父母的影响 并没有打算结婚 两人分手 原因是人生规划不同 但是当时的吴克群 还在和徐若萱玩暧昧 可能何超连也终于清醒了 2020年 周扬青抱罗志祥劈腿后 何超连曾在采访中谈起 自己的一段感情经历 他说 我当时还小 喜欢就喜欢了 他又会讲话 很多事情他一说 我就觉得很有道理 很容易背哄 明明事情是他主动伤害我 他可以解释称 不是因为伤害我而做 这种男人很喜欢若即若离 令你觉得控制不到他 这段关系 你永远占下风 然后女方反而会更加用力去讨好 虽然何超连并没有指明星是哪个前男友 但从过往的报道来看 大家猜测 他说的可能就是吴克群 2015年和吴克群分手后 何超连有四年的感情空窗期 不过这四年里也有不少的感情传闻 比如张子怡的前男友霍启山 当时和他走得挺近的 多次结伴出行被拍到 不过两人均没有回应过 后来就不了了之了 2016年10月 何超连又被拍到 和男歌手方立生一起去尼泊尔做义工 两人在机场动作亲密 方立生摸何超连的脖子 给他按摩 两人还同喝一瓶水 不过何超连后来也否认 说两人只是好朋友 要怎么应对媒体 方立生也一早和他打过招呼 还说方立生应该没有再追求 而自己也还不想谈恋爱 再后来公开的恋情 就是2019年到现在和逗潇的这一段 正如何超连所说 在一起两个星期就认定了这个人 2020年赌王去世 逗潇就以准女婿的身份出席 2021年 两人录制综艺节目 被张新一问道怎么还不结婚时 何超连表示自己还在守校 让逗潇等等他 看来守校期一结束 结婚的事就安排起来了 何超连虽然不是演艺圈中人 但因为感情多和圈中人有交集 其曝光量不亚于18线小明星 而且何超连的闺蜜也透露 她就像个小粉丝一样 喜欢追星 把爱豆变成老公 这应该算是追星的巅峰了吧 不过对于他们结婚的原因 我人说是未婚先孕 其一是近日 何超连更新了社交平台 晒出了自己日常使用的物品 其中一款是孕妇认身油 引起了大家的热议 从图片中可以看出 何超连晒出的这款孕妇认身油 共计四品 而且还配文 最好用的油油 这款认身油名气很大 西木窑王灿等人怀孕时都用过 何超连可能怀孕了 通过这种隐晦的方式 向外界表达自己的喜悦之情 因为不成文的习俗 女人怀孕不满三个月时 不可以向外界透露 等过了三个月 怀孕稳定了 才能公布喜讯 何超连没有直接官宣 自己怀孕的消息 可能是怀孕还没到三个月 不过这些都是大家的猜测 一切要等着当事人宣布 窦骁34岁 何超连31岁 连的年纪都不小了 况且经过四年的交往 他们对彼此十分了解 早就把对方当成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他们之所以没有结婚 有一方面的原因 就是独王何鸿燊离世 还未满三年 何超连要为爸爸守孝 借此表达自己对爸爸的尊重 即使何超连怀孕了 也是很正常的 孩子的到来会增进 他和男友之间的感情 等到守孝期过了 两人可以举办一场浪漫的婚礼 对于窦骁这个准女婿 三太陈婉珍也是认可的 儿女能幸福快乐 就是她最大的心愿 曾经在独王何鸿燊的葬礼上 窦骁几次陪着女友和准丈母娘现身 相当于半个豪门女婿 何超连定居上海期间 陈婉珍会抽时间到上海 看望女儿和准女婿 窦骁对准丈母娘很尊重 会在繁忙的工作中抽出时间 亲自当司机来陪伴准丈母娘 如果何超连怀孕了 陈婉珍应该会很高兴的 赌王何鸿燊离世后 三房难得有天定的好事 她是一个开明的妈妈 并不要求女儿嫁入豪门当阔态 金钱物质 女儿不缺 只要女婿能真心对女儿好 就可以了 前一段时间 陈婉珍的大女儿何超云 和消防队长男友订婚成功 如今小女儿何超连 可能怀孕了 作为母亲的她 已经知足了 如果儿子何有起 能稳定下来 就了了她的一桩心愿 不管是豪门阔态 还是普通人 在面对儿女时 都会放下身份地位的牵绊 会变成一个希望儿女幸福的家长 孩子是母亲十月怀胎生下的 那种血脉相连的感情 只有经历过才知道 作为母亲 被子女的爱都是无私 不求回报的 真挚的感情会超越年龄 家世 金钱物质等 只要两人认定了彼此 对彼此感情深厚 那就没有跨不过去的横钩 我们不能对别人的人生 持有偏见 每个人都有选择伴侣的自由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欢迎点赞订阅加转发哦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